格局,是一个人认知世界的宽度,所谓相无远率,必有经忧,一只只会盯着树皮里虫子的鸟儿是不可能飞上云霄的,只有眼里充满了山川湖海的雄鹰,才能自由地在天地间翱翔。 格局,是一个人对待事情的深度,知其然,还要知其所以然,一个人只有广度没有深度会空虚,一个人只有深度没有广度会狭隘,所谓外在立身,内在立心,只有兼具深度与广度的人,才能指导未来。 一个人的格局,还往往与其经历和环境有关,万恶是于一面,越是稀缺越渴望占有,越是自卑越浅薄虚荣,越没见识越则是清高。 万千世界,年轻的我们虽无法像八十岁的老人一样单薄名利,但倘若遇到一点点挫折就爬不起来,为了一两句话就不能释怀,那么,这样的人生格局就太小了。 人或于是,单打独斗靠能力,但人间勿靠格局。 其实,说白点,拼的就是个主观意识与客观世界的博弈。 主观与客观达到平衡,人生层次就高,主观与客观失衡,人生就陷入悲哀。 然而,决定这两句关系的,就是你的认知格局。 人无好坏之分,但有格局大小之异,商场上的成功人士,经验总是和其相同。 李嘉诚做事追求无我,六传志讲拐大弯,王氏取名不取利,他们看的是别人看不见的地方。 算了是那些算不清的账,做的是别人不愿做的事。 一个纯粹为赚钱而工作的人,是得不到事业的。 一个纯粹为物质而恋爱的人,是得不到幸福的。 一个纯粹为索取而社交的人,是得不到朋友的。 一个纯粹为拍照而旅行的人,是看不到风景的。 俗话说,婚前看大事,大事显格局,其实,无论恋爱,工作,生活,合伙开公司,都是同样的道理,关键还得有点舍得格局。 比如几个人合伙做生意,别人干多了觉得抢自己风头,别人干少了自己心里不舒服,盘算来盘算去,想一个人干又一口难成大事。 这就是定型的智商有余,格局不足,比如有些年轻人的工作信条是,给我多少钱,就做多少事,这种付出就像马上有回报的心态,最适合制作中点工。 换言之,恨夺死之健全的乞丐之所以终日在介绍乞讨,是因为他对路上一直光鲜的施舍者毫无感觉,却往往会极度比自己乞讨得多的人。 你说,这样的人生又怎能改变? 所以,不舍当下,难得未来,要知道,不论爱情还是事业,需要的是广阔的胸怀和高原的志向。 毕竟,钱是伟大事业的衍生品,美女是爱情的必然贴。 格局太小,带来的事业就小,产出的钱就越少,美女也会离你而去。 至于如何放大格局,我倒有个小建议旺雨军过年,这句话是,活在人生未来,在当下努力混混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